佔屋我先說兩句 在早段的時間 我參與他當樓爐之前 其實我不是很認識房屋的運動 沒有辦法 接觸之後就知道糟糕了 自不然就看看 傳統上我們怎樣面對房屋的問題 佔屋自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 歷史背景 如果你說最弘大的 那一定是二戰之後 普遍歐洲國家都是這樣 因為真的沒有屋住 那些人都很簡單 他們覺得你有這麼多空屋 又又又又又又 又真的沒有很多 就是賣不起 沒有工做 那怎麼辦呢 那就爆開鎖進去住 聽起來整件事好像很變態 但其實香港都很變態 已經去到一個地方 我們要花幾十年的血汗錢 去換取我們住屋的空間 這一點我不特別覺得 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應該會有的 但是講歸講 我覺得有些分析要做 我就想過有沒有可能搞一次佔屋 一定有朋友有興趣 有聽過 這一類的故事一定有聽過 我也會去想 但是譬如說 幾樣東西 就是說 你做這些 我覺得做這些行動 一方面有參與的朋友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外界的理解 我都覺得是重要的 這樣 那我覺得是差不多去到某些地步了 問題就是這個東西 講不講得出去 我都說 譬如為什麼當時可以佔屋 可以在歐洲可以盛行 是政府都要承認的 去到一個地步 因為它解決不了 嚴格來說就是 好像政府要承認劏房 那樣 問題就是 如果你想像佔屋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 政府和地產商都很棒 它這些事情 它不可以讓你長期這樣做 就好像你佔領廣場 去到差不多 譬如你說美國華爾街 我很肯定 去到差不多 政府一定會出招 它一定會派警察驅趕你們 哪怕要使用所謂 群眾未必那麼認可的程度的暴力 因為這些 恥風不可掌 那如果要進行佔屋國運動的話 那有些事情真的要考慮 就是 我們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一班這麼堅強的朋友 這個第一一定要想 那沒有辦法 就是現在區議院選舉 一定是全部吸走人 我媽媽是非常不同意的 一定是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客觀形勢 你想像當然要等 一定要等它過了先 房屋的問題 只會越來越嚴重 這件事我就不是特別擔心的 問題就是 那個嚴重性 到底是不是可以逼到 普通的市民都會覺得 哇 真的太離譜了 好像怎樣都要找一些事情做 因為政府什麼都不做 最後就是 如果你進行佔屋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 在短時間之外 警察是一定會來清場的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有沒有足夠程度的力量 還有技巧 去保持著我們那些佔領的可能性呢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佔 那你那晚就被人清 那很難看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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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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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差 那 就是 這些好像是天方夜談 但是我都要再和應 聽這句 天方夜談 呢 其實都是故事 來的 而這些呢 不是天方夜談 因為是真實存在的故事 來的 有人做到過 不代表在我們這個時空 就立刻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我想說現在的時空 和那時候佔屋運動能夠成功的時空 已經不是差太遠了 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你這樣跟我說 我第一次聽佔屋都說有沒有搞錯 可以不可以的 只不然都會有這些反應 但是我都說了 就好像我一年之前才跟POPPY說 居屋和公屋我都分不清 就是誇張到這個地步 問題就是說 你慢慢認識多些 我之前有看到佔屋通常叫Squatting 就是看他們會有個符號 因為佔屋者之間 有時會互相爭鬥 通常會畫個符號就是 這裡佔了你不要過來 或者他們有些不成文的規矩 佔屋者之間互相爭奪 就怎樣了 就是去理解多些這些東西 你唯有第一步理解過了第一下 那些誇張的那些 之後你慢慢去理解那些東西 原來是可能的 你理解到客觀情況 又是支撐到你的 那慢慢你有這些東西的話 這些運動就可能 我會說我長期都會想想這些東西 但問題就是 都是那句 要先過一些形勢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有些很實在的東西 你去擺街站 你去跟人講房的問題 這些要繼續做 那究竟什麼時候是那個時機 什麼時候可以做這一類的行為 當然不可以永遠等下去 但是我們都說 只要長期想著的話 我覺得始終香港 都是要做一次這樣的事情 或者不止一次 就是這樣 那我們的房子問題之後怎麼辦 漸不漸屋 公屋點起 又或者社會房屋 究竟用不需要我們規劃的呢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再討論下去了 其實下個星期六 這裡 同樣地點 都會有個放映的 而這個放映 不是這裡 OK 那都是交給大會說 你也說錯 在臨活動完結之前 都跟大家做一些宣傳先 那就是主要正義行動 就是活動繼續陸續流來 那下個星期六 就是這個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會播放一些 一來是關於一些事件重建的短片 還有也會播放一套 教育片就是領會與盧少蘭的 就是老人權益中心的作品 那其實剛才大家提及過 就是有了領會之後 其實當一些東西買貴了一些 其實對於基層街坊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而盧少蘭 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盧少蘭婆婆 其實她之前在領會上市 就是那時候 已經是打過了司法覆核的官司 而那時候其實很多人 對於盧少蘭 甚至是有一些站馬 其實當時她在想著什麼呢 就是那個過程是怎樣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紀錄片 那那個地點 就因為其實在說領會 那我們就 就是這裡就不夠對得正 那我們就會 在這條 打橫這條是玄洲街 對啦 在這條玄洲街 因為這裡走過去 走一點點而已 這裡呢 就是一個玄洲商場 就是一個領會的商場 來的 那我們就在領會商場 對出的空地那裡 就會搞一個領會盧少蘭的放映 那麼歡迎各位 就可以在下個星期六 對啦 下個星期六呢 就可以是下午五點鐘到八點鐘 就可以過來看這個放映 那我們不單止放映 我們這次放映之後呢 就還會有一些行商場的活動 這樣行商場再有一些 就是聊一下這樣 對啦 那麼歡迎各位呢 可以參與 那麼再做多個宣傳 就是呢 再下個星期六呢 又會有個放映 今次的放映 就是到時的放映 29號那個呢 就是在這裡啦 那就是上營到走下去的放映 亦都是第九十社會 和電影節的 就是聯合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會在這裡搞的 那就是會播放 其實就是講 就是今次的主要正義行動 發起的團體呢 就是上營到重建關注組 那麼究竟關注組 當初就是組成的時候 什麼緣起組成呢 那當中的租客其實經歷過什麼呢 怎樣走下去呢 都歡迎各位 是可以一齊來看的 那這個時間呢 就會是晚上的七點半 是啦 那另外呢 主要正義行動呢 除了這兩個活動之外 會不會再有其他的活動 再有其他的行動呢 那這個呢 都有機會會有的 不過現在呢 就未談到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留了聯絡方法呢 到時就會再通知大家啦 那就是歡迎各位 到時呢 就可以多多參與 就是剛才 我都說的 其實這些的 就是你不夠多的聲音 不夠多的人呢 其實呢 也未必是對於政府來說 哦 不用理你啦 完全不用理你啦 那就是 也都是 那一句就是 我猜是今次的活動完結之後呢 都未必是只這樣活動完就算了 其實如果各位 都可以做多一步 例如最起碼 今天 例如有些什麼的感受 有些什麼的感覺 是跟多些不同身邊的人說的 即是跟這個說都是有些力度 或者是可能 你有一些感受 你覺得是可以寫下的 即是寫一篇文出來的 那都很歡迎 如果是有的朋友這樣做的 都可以 給我們 那我們會想辦法 再傳回去 可以單張也好 或者是網上也好 這樣 那就大概就這麼多了 那也都最後最後呢 就非常之多謝 是的 今天這麼多位港姐 是的 安慰基層組屋園聯盟的 POPPY 碧芬 是的 他都在柳爐的陳振基 還有 也都多謝 他都在柳爐的洋人 做了今天的主持 還有 多謝自治百樓提供這個椅 和大聲公 還有另外的椅就是 岑太 和岑太做了一些 這麼美美的高點給大家 是的